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政治 說門道 董志森為您說出新聞的真心話 歡迎收聽小董真心話 大家好 我是小董 我今天講的真心話 其實我每天在節目上講的都是真心話 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話 今天最重大新聞是什麼 很多人講 蔡英文回應了十九大的講話 如果大家真的認真在聽蔡英文講一下 你就知道了無心意 而且就是重複一直講 小董昨天在節目 後在我三個禮拜在節目 我早就判斷他會這樣講 因為他也講不出什麼 什麼善意不變那些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很清楚 就是兩岸未來就是這副模樣 那這副模樣會怎麼樣的結果 是中國大陸越來越進步 你說他會武統來打台灣 不會 但是他就把你量在一盤 你就越來越退步 就這樣 各位 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台灣大概有一半的人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我最近注意到我們有個 已經規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雄 的女兒 她叫盧麗安 因為她是十九大的黨代表 當然引起台灣媒體的關注 就特別的去訪問她 因為對她有興趣 今天我們國安局證實 盧麗安跟她老公 兩個都是台灣人 在台灣的戶籍已經被撤銷了 當然把你撤銷 你去當中國黨代表 盧麗安在哪裡工作呢 上海的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 當然是個非常好的學校 我去過兩三次 他其實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 那這所學校 就是說其實裡面 他以前有個校長叫李登輝 我們還特地跑去看 裡面校園還有一條叫登輝路 那因為人家就對於過去 對學校有貢獻的人 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我們都會採取尊敬 在國際一樣 只有台灣不是 台灣因為政黨惡鬥 可以把不喜歡的人 一個一個把他弄掉 光復節都沒人傾注 你看小總前天就在節目上講 我請大家 昨天晚上到立法院去 對不對 大家記得吧 我講說光復節怎麼 這麼簡單的事情 說明了這段歷史 當然我們是從 日本人手上搶回了台灣 這麼簡單的事情 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台灣 要不然34年日本是交給誰 日本天王的招書上面 就說我依照開樓先言 開樓先言 就是 就是要把台灣這些過去侵占的 通通要還給中華民國 那時候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會 他們還沒成立 這個其實是個簡單的歷史 但是 一個人 只要喪心病狂 只要被阻 數點忘阻 他就會自己找東西去去去解決 去幹嘛 然後自己覺得很爽 現在在台灣的這些台獨就是這樣 他只要是台獨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扭欺 什麼東西都可以講出 好像他們是對的 現在台灣就變這樣 台灣人沒有示威 大家在罵 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政治 政治寵愛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就什麼都敢做 做了以後他 反正我有選票 所以政治人物都怕我 都要爭取我 他就為所欲為就這樣啊 那你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講話 我老實講 我幾天前就判斷了 了無心力啊 不會講出新的東西 而且你看他的表情 他自己都覺得 好像 好像造稿戀很無奈那種樣子 你看 你真的注意看 蔡英文的表情 我不騙你 你就仔細看 覺得很無奈 我非回應不可 回應我只能造這個戀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 台灣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別人在大幅的進步 我們在原地踏步 我們每天在講小確幸 他們不是啊 所以我昨天在節目上 才舉出說那麼多的單位 包括高盛投資 包括OECD OECD在世界是多麼重要的組織 對不對 各位都可以去看 OECD只要發出一個東西出來 全世界都要去關注 去照他的方向 他是非常多國家成立的 經濟合作 既發展組織 這個叫OECD 然後在美國自己的情報委員會 我講這些 我昨天為什麼特別擠出來 我說這不是我們講的 就人家會進步 但是你如果看到 今天民進黨的立委蔡世英 蔡世英是基隆選出來的立委 她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她今天上午就執行國安局 說先前喔 中共十九大對台灣影響會很大 我們也請你來做秘密報告了 也看了你們的秘密資料了 看了半天 跟周天十九大的情況 你們是差別差異 怎麼會這麼大 你們所判斷的所推測的 怎麼做這麼多 習近平沒有指定接班人 跟過去每一任的 中共的那個不一樣 第二個習近平有兩個哀將 你們國安局 各位你偶爾會聽我節目 或者長餐天也沒關係 我是不是講過 陳明兒 對不對 胡春華 今天蔡世英就說 你們國安局跟我講 這兩個應該會入場 至少也有一個 就是進入常會 結果沒有 我這幾天在節目上講的就是說 中共雖然習近平領導 可是他是一個七人小組 七人的常會 如果陳明兒 跟胡春華進去的話 那這兩個代表 地方的一把手 就是說 他有 可能有接班的意思 或怎麼樣 就可以有很多解讀 蔡世英是民進黨的立委 你們國安局跟我講 很多東西就差異太大了 蔡委員 蔡委員 你不要生氣 全世界都這樣 我們台灣很多人 不懂中國大陸 然後每天跟著台獨 後民進黨那些 在那邊講東講西 那些東西是錯的 那我們看了很多資料是什麼 是從美國跟英國 這些先進國家 他們在講大陸 因為他們對大陸很害怕 因為大陸崛起太快了 他太害怕了 所以他們就用很多東西去推敲 然後去設定 那英國的經濟邪人 是對整個亞洲很多報導 他常常很不公平 對中國大陸更是非常的 非常的敵視 美國很多報紙也一樣 美國很多老百姓想法也一樣 對中國大陸 因為他認為他崛起太快了 而且他是共產黨 歐洲很多國家怕共產黨怕得要死 因為共產黨過去是很兇的 對不對 過去美國 美國只要誰指定 被指定是共產黨那個人 就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你如果看到了整個 那時候的西方社會 從二次大戰以後怕共產黨怕得要命 可是他們對共產黨的很多分析 就變成偏頗就錯誤了 我舉一個例子 澳洲的總理叫陸克文 就前任了 他已經卸任了 他這兩天寫文章 我都不曉得 各位朋友看得到看不到 他習近平要大錢一把抓 而且他要幹到什麼時候 他會下來會自己一時機任 會幹到2030年 還有13年 各位可能嗎 就講的話 那反正13年後 搞不好陸克文已經不在了 或者大家已經忘了 大家就不結合怎麼樣 可是這種分析 他當過澳洲的總理 然後就寫文章 哎呀會怎麼樣會怎麼樣 每個人講的好像 他們西方就代表前輝 你今天看的都是錯的 你看台灣的報紙在分析 這七個委員 誰誰誰會進去 會怎麼樣怎麼樣 幾乎通通都是錯的對不對 各位你看他昨天公布出來 沒有胡春華 沒有陳明兒啊 我四五天前還在看 哎呀自由時報 花一個獨家新聞 哎呀怎麼樣自由電子報 怎麼樣講 哎呀胡春華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哎呀陳明兒就會怎麼樣 我想會對嗎 小短我平常是不太去猜測這一東西啊 因為我基本的認定喔 誰進去 其實他就是都是 就是習近平一個人 他在用他的意志 其他六個人是在替他辦事的 所以他指定誰來辦事 我自己的感覺是結果都一樣 可是大家既然要猜 猜到最後又猜錯 那不是很丟臉嗎 連台灣媒體都猜錯 對不對 都數都猜錯啊 這位名單 台灣媒體猜的最對的是聯合報 14號就猜對了 他那個記者 我認識啊叫李春 他一直他一直待在香港 過去在中國大陸 待非常久然後到香港 他是個非常優秀的兩岸記者 那我也在 因為我很關注 那他們的消息從哪裡來 其實有一份報紙叫南華早報 我們這些中文的報紙 國際都不重視啊 那國際每天講中國大陸都是錯的 所以為什麼 西方社會跟中國大陸很多那個 越拉越大 因為他們看不起東方人 看不起中國人 然後一直認為說他們沒什麼本事 他們就是過去漏後 我們過去侵略他 我們強佔他的土地 搞租界 你看他們都沒有本事 他們打不過我們差太遠 所有人的判斷都這樣 包括我們的民進黨政府都這樣 但是他這幾人進步 進步太快了 差乎想像 就差乎你想像 你已經 你用什麼既定的想法 你那個都已經漏後到漏後不得了 我大概齁 我今年大概去了三次還是四次中國大陸 都是當然去沒有兩三天啊 我告訴各位 你只要兩三個去看 你都會覺得 怎麼又不一樣了 因為我都走小三通 從金門到夏門 然後再去從夏門為出發點再去哪裡 不一樣了 就這樣各位朋友 我是講真的 我是羨慕 但是我不會說 我們要向他靠攏或怎麼樣 因為我們整個家族 並沒有在中國大陸做任何投資 做生意啊 都什麼都沒有做 我們堂兄弟姐妹我都問過了 沒有人在那邊做生意 我們根本不靠這個 但是 因為台灣人 在民進黨領導之下 很多人對那邊的無知 所以盧麗安我剛剛為什麼突然講他呢 因為他講一句話很重要 他說你如果是大學生 因為現在台灣年輕人 一定有大學可練嘛 你如果是大學生 你在大學期間 有人夠到中國大陸走一趟 看你要自由行或怎麼樣 因為你就 就帶一些錢就過去了 就隨便走嘛 他開放隨便你看 你大學四年去中國大陸看一次 隨便你看 說給自己一次機會 也給這塊土地一個機會 我為什麼講說 這個話令我感動了 就你也可以說 我看了我覺得很不滿 搖頭 哎呀中國大陸不行 也可以嘛 就是說可是眼睛在你身上 對不對 你自己看了你自己去感覺 就他的那種差距 他是不是你現在在台灣接受的信息 他落後退步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 就已經超過你想像 而且 每幾個月去他就不一樣了 就這樣 就那進步的神速已經超過你想像了 可是我們還在民進黨還是 用這個鎖國的方式 告訴你這個不能接觸 好像不接觸就沒有事了 不接觸不會沒有事啊 他越來越強 跟你做朋友跟你做生意 那些人都跑去跟他做生意 做了以後 你的生意就減少了 甚至他們為了表示對他示好 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你的訂單很多東西就跑掉了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以後連小確信都沒有了 我們國安單位判斷錯了 我們的報紙判斷錯 西方的所有媒體判斷錯 陸克爾文澳洲前總理 講那些五四三的 你都會覺得 不可思議 這什麼年代什麼 還有人在講這些 共產黨不是過去的共產黨 他叫做共產 可是跟過去的共產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不是要替他美化 不過我替他美化也沒用 他也不會對我比較好啊 我每次要是經濟碰到他 他還是要跟我檢查一大堆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 他就是你最大的對手 這個對手不是叫做敵人 而是他是用經濟的方式 大家都在想在經歷 經事武力怎麼樣那些東西 不是那些 那些你是不堪一擊的 跟他來比是不堪一擊的 不管你增加多少都是 對他來講你都是不堪一擊 但是 最主要是經濟 經濟其實是我講的 現在蔡英文又一個假的名字叫新南向 唐湘隆最近寫了一個新南向 各位可以上網 打唐湘隆 然後新南向 Google也好說行文章出來看 他說那就是一個口號就是騙了 小總很早就講那就是口號就是騙了啊 新南向 新南向最重要就是東協啊 東協有沒有台灣的混 沒有 可是東協 東協永遠的首都在中國大陸 廣西的藍寧欸 永遠首都啊 中國大陸可以給你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是很大的城市 藍寧啊 你要打藍寧寫台灣人 Google也好說行 我跟你講 保證出來都是 台灣人在那邊當詐騙集團 台灣人到藍寧 就是當詐騙集團 騙很多公務人員去投資 然後投資到最後寫本無歸 這十幾年來一直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呢 藍寧廣西一個地方 為什麼在藍寧 因為藍寧昆明鐵路可以通到中南亞 迎來十八怪 對不對 大家知道 啊你看了喔 整個 它的一帶一路其實 這條鐵路下來下去分布 然後是高鐵 這是它的一個戰略啊 很多人都不曉得 共產黨 不是自共 因為只是每天醜話 共產黨覺得自己很懂 不是 現在共產黨 真的過去不一樣 現在共產黨最大的本事是怎麼樣 現在共產黨最大的本事 我告訴各位 第一個它很會做生意 全世界最會做生意就是共產黨 就是中國這種共產黨 你去看藍寧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步 藍寧也是共產黨 對不對 現在古巴也在寫啊 現在世界上還有四個共產國家 比較主要的共產國家 還有一個北韓啊 古巴現在跟 跟美國已經 已經解除敵意了 對不對 互設大使了 你就可以看到 可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共產黨 就是中國共產黨 他很會做生意 而且他很會去幫人家 獲得民心 我幫你蓋高鐵 幫你蓋水庫 對不對 幫你蓋港口 港口你的貨物就可以進來 就它用經濟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講藍聽 用經濟的方式在做淚抖 可是他不抖 我跟你共享 你心裡像我 我就大了 他現在在做的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你只要比較落後 比較窮的國家 沒辦法抵擋 沒辦法抵擋 你怎麼去抵擋 你到東南亞 我告訴你 你到東南亞 你講台灣 人家不一定有什麼感覺 你講中國大陸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在幫他們 他這個就是 就是他的手段 你喜不喜歡 真的他也不太在意 現在 中共最大的方式 就是把你晾在一旁 蔡英文講那些五四三的 其實是沒有用 我真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 只用醜話 認為他就自貢 那是錯誤的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講相關話題 歡迎回到小董 真心話 我的真心話 其實 很多人可以看到了 十九大 大家都猜錯了 媒體猜錯了 國安局猜錯了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被修理 大家都猜錯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的氛圍 我們的媒體有八成多 是挺立 所以他們用綠色的觀點 用蘋果日報 用自由時報的觀點 每天講這個講那個 然後猜了半天 猜錯了 當然 我不是要欺負這些媒體 這些媒體本身 的公信力 本來大家都可以質疑 但是 我講的就是說 那對台灣有任何幫助嗎 你所有說猜測的東西 是錯的 對你國家的策略也是錯的 然後 只要跟中國大陸對抗 高喊台灣 喊本土大家就很開心 有實質幫助嗎 沒有 自嗨嘛 我講的就是自嗨 有個大陸的配偶 他去新北市的移民署 昨天 然後他申請中國大陸的 或是台灣的基流權 他填表格 填表格 現在很多機關都有義工 有志工 你要先去志工 那個櫃子問一下 台子那邊問一下 他填 他填 就是你原來的基流地 他寫大陸 我們那個志工 削減他 哪個大陸 全世界有五個大的陸地 你是哪個陸 就這樣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依照法律的名詞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們稱對方大陸 我們稱台灣 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過去馬上就遵行這樣 然後被罵是馬區長 現在蔡英文也公開講 我就遵從中華民國憲法 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蔡英文是蔡區長 那些死台獨 不要臉的台獨 促身跑去哪裡 各位講 你應該出來指責蔡英文 你怎麼搞區長 我講這樣是不是 各位台灣社會公平嗎 不公平 我為什麼覺得這麼憤怒 你知道嗎 我也不認識他 我講說我們今天台灣很多人 還用那種 那種眼光啊 覺得不配 不配做台灣人 做台灣人有那麼了不起啊 有那麼了不起啊 我有時候看這東西就是生氣 你知道嗎 就是醫護高高在上 別人不是人 啊碰到外國人美國人 譬如過去北歐有個大使 退休了 派來我們這邊當代表 他覺得台灣很好 他就留下來 包括荷蘭的代表 喔瑞典的代表 好幾個都留在台灣 就住在台灣喔 因為他們在台灣 過去受到高規格的對待 因為他們是白種人 結果他去大安 台北的大安氣功所辦 他進去不曉得怎麼辦 馬上給志工跑來 跑來就 你有什麼事情啊 然後這個志工就帶他 來我帶你去幫他寫表格 他覺得好感動喔 我說那如果是 那是一個東南亞的 一個印尼的 你會嗎 各位台灣人 常常就是用這種陽光 在把人自己分等 這種就讓人家看不起的一個社會 他不是一個公民社會 他看顏色 看你是白色 東南亞色還是大陸色 就這樣啊 非常嚴重 你知道嗎 我們宜兵署 宜兵署的志工 搞這種台獨的貨色在那邊 我們現在宜兵署 老實講 你接待的 你來碰到這些人 大概陸配 大概佔將近一半吧 其他就是印尼 東南亞的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外配主要是這些啊 他要你服務 大概有一半是這個 你搞一個找一個這麼順利台獨的人 在那邊當志工 當什麼志工啊 這種貨色也可以當志工 志工就是 我不婚有一色 我不管他是誰 我認真幫他 宜兵署署長是誰 蔡英文的愛將 你們知道他叫什麼嗎 大概沒有人知道他名字吧 宜兵署的署長啊 退休以後 就由 蔡英文這個愛將 然後去接 接了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本來就是一個獨派 那接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 整個台灣的 這種東西 他其實是沒有改善 楊佳進 我為什麼講他沒有改善 我講喔 他過去在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 當法政處的處長 那這個為什麼我們 會覺得說 這麼的悲觀 因為台灣這種聲浪很大 包括十九大以後 陳方明都出來講 哎呀國民黨要死爆 中國大陸 永遠沒辦法執政 就這些人 但是 你今天如果看的話 其實台灣社會 我們很多事情 還在眼前 大家要去做 可是今天整個國家的力量 整個民間的力量 大家用 都用那種 來對付中國大陸的那種意識形態 嘴巴討個高興的 或者羞辱一下自己的枸杞 搞一下的 就覺得好高興 然後媒體 鋪天蓋地做來報導 請問這些對台灣有任何幫助嗎 你嘴巴去 諷刺中國大陸 怎樣怎樣 它有少一塊肉嗎 你把自己的枸杞做一個羞辱 我們國家就比較進步 比較團結 比較好一點點嗎 完全沒有 這些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小動作 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 那麼多人 他不去做 認真的做事 所以我為什麼要指責楊佳進 他應該 讓兩岸更和諧 你是政府的 國文前面的一個關卡 家裡的家 進馬雄輝的進 那今天 台灣很多人把精力花在這裡 你就會覺得太不值得了 對不對 你聽懂小董的話 我也不用去討好中國大陸 他關我什麼事 我又不在那邊做生意 但是 但是你今天看 我們台灣 上下交尊力 大家想辦法 因為過去我們的政府 他長期以來 就是說在 過去的時代 其實還算富裕 國家算是經濟累錢毛了 對不對 那現在很多人就想辦法說 我從國家裡面 A錢 民進黨執政以後 這種最明顯 慶戶遺傳 慶戶的遊艇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了 現在慶戶 這個集團 他做累累建 新聞炒多久了 小董半年前就要講 慶戶在基隆 蓋海參館 蓋不成 時間到了 整個 整個海參 整個館 海參館的 一片荒地 那時候其實 就應該知道 這家公司財務出了問題了嘛 一個海參館 一個建築 都 都沒辦法蓋成了 他有辦法去蓋雷劍嗎 蓋六燒 沒有人有反應 對不對 我昨天在節目上講 結果今天 第一銀行 董事長蔡青年 口頭辭職 非辭職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貸多少 他到目前為止已經貸了一百五十四億了 各位 一百五十四億啊 我們如果有一百五十四萬 我們就很開心了 一百五十四億 銀行連貸 這一連貸怎麼辦 你看就 大家都 怎麼會是這樣 是 他只做海經的 累累建六燒嗎 沒有 累累建 如果現在第一燒在義大利做 做了以後 我們就從 學他很多方法 其他五燒 就在台灣做 現在那一燒的薪水發不出來 人家那邊工人都不享受了 沒有薪水我幹嘛做 那你這一燒拿回台灣 總要有個船屋 有個碼頭讓他放嘛 沒有 也是一片荒地 國民黨的馬文金出示照片 三天前他出示照片說 現在現場是這樣 他有在做嗎 沒有 什麼都沒有在做 就是要錢 你什麼都沒有做 你要錢你要去補哪個洞 沒有人知道 各位你看到 這些危機不是這兩天才知道 是不是 蔡靖年現在辭職一事無補 就錢已經丟下去一百五十四億多 一事無補啊你怎麼辦 那我沒有圖地他 我只是看左眼 好看左眼 錢誰損失 我辭職啊辭職 你辭職一事無補啊 就怎麼回事 各位朋友 你不了解 今天 多少人在逃空 我們這個國家 而帶頭逃空的 就是民進黨的政府 那他現在說 這個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時代 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都在推這個 你知道嗎 那我剛講是海軍喔 海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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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然後下來一個單位 叫海行署 海行署跟國防部是 平行的單位 那個歌員 海行署 給他做的 傳見有 也可以親戶做 給他做的傳見有二十八艘 一次交四艘 他有交了幾艘 因為幾艘以後你會給錢 現在還有幾艘沒有給 十五艘 各位 下來人做嗎 当你连低营行董事长都辞了 这家公司已经毫无信任度了 你要去增资去干嘛都不可能了 没有人会投资嘛 那下来怎么办 下来我就只能摆烂 我也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两手一摊嘛 你看海生馆 海生馆应该是属于农委会吧 国防部累累建 海巡署 海巡舰 还有15 还有15艘没有交 你可以看到这只是第一波 下来会捅出多少东西不知道 各位 我们节目第一次讲嘛 第一次讲庆户嘛 每个人都知道庆户是立营的大金主 现在民进党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它导成 庆户是马英九国民党的大金主 就可以这样啊 讲一百遍你就会相信啊 就这样 你今天看到了 马英九昨天到 蔡万财的追思会 他说因为这是第二届 他们帮给一些对社会有贡献 蔡万财当然是互帮集团的 老长门人过世 马英九支持的时候 因为他跟陈建仁副总统都到场 支持的时候 蔡万财有在法庭上讲一句话 让他受用无穷 蔡万财那时候人家很多人讲 互帮给马英九钱 法官找了互帮找蔡万财 蔡万财说我们想给啊 但他不想要啊 他讲马英九 我们想给他 但他不想要八个字 我们想给他 他不想要 我告诉各位 互帮有没有给 有给 互帮就汇100万给马英九 因为你选举的时候 账户是公开的嘛 对不对 马英九 他前面就是中华民国第十三届 总统副总统 候选人马英九 蔡万财 账户 净险专户 然后你就汇钱进去嘛 互帮汇100万 汇进去就马上就会看 退 财团退 其实对很多朋友听了一定哈啊杂叫 互帮全国十大守户 汇100万 为什么他汇100万 因为他们跟马上就没有任何这些接触嘛 他们想说马上就要嫌疾 那次嫌疾是跟谢唐廷嫌疾 民国97年 我们就汇100万 也不要超过也不要怎么样 马上就一看这个财团我退 退了后 蔡万财才会在法庭上说 我们想给他不想要 其实就只有一百万啦 各位以为是多少 那他就知道说马上就不会拿他们一毛钱 对不对 都不会拿嘛 好 护旁给阿扁多少 用现金哦 装在旅行巷 我小董讲的话我百分之百负责 透过关系 跑去关底拿给吴淑貞 三千万 结果他进去 乌书甄高高在上啊 送的人叫蔡平忠进去 透过关系 这关系叫马永成啊 我都讲了 然后进去拿钱给他 马永成在外面等 因为他带他去关底嘛 结果没有两分钟就出来了 马永成就问蔡平忠 呼人有没有讲什么 因为你拿现金给他啊 蔡平忠告诉马永成啊 呼人的态度很冷漠 很冷漠 马永成说哎呀摇摇头就带蔡平忠就走了 就离开关底 为什么很冷漠 因为你才送三千万 我眼睛一看 你的装在皮箱里面的 三千万我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因为我常在收人家钱 我小总讲这个百分之百负责 各位我讲了百分之百负责 各位如果不相信 你也可以Google或雅乌上网 你打蔡平忠 明天的明 忠心耿耿的忠 然后再打呼人 冷漠 打这个Google雅乌搜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判决书里面 这些对话在起诉书跟判决书里面 贬政府有没有收钱 有 而且偷偷收 如果蔡万财会一百万给马永久 进入马永久 马销的户头的话 马永久要开收集给他 对不对 你进入户头 这就在政府的掌控里面了 在金融机构的掌控里面了 他就要开发票给你 可是他给他三千万 你有没有发票 没有 他为什么给他现金 因为现金查不到 我讲这东西 我不是要亏蔡平忠 或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国内所有的金融 大家都要给 而蔡平忠给的最少 所以为什么忽人态度很冷漠 因为他给的最少 别人给很多 别人给好几亿 为什么你比他们有钱 为什么你只给三千万 我讲的这 各位你知道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 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 什么钱都敢收的年代 我小总讲话 百分之百负责 但是 我也不是要讲马永久 或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台湾很多人 很多商人很可怜 因为我不送 我怕你刁烂我 我要盖个房子 你跟我审查证件 审查两年 我哀哀叫没有用 因为你可以说 因为他这个房子 基地可能有怎么样 我们希望他有更详实的报告 我讲的是安全 其实我官员是因为没收到钱 我就用安全来卡你 别人呢 别人因为有送钱 一个月我就给他建造 两个礼拜我就给他建造了 我们两家公司在竞争 我盖了一瓶宴 你盖了二瓶宴 结果他有送钱 他没送钱 有送钱的人盖好了 另外一家还没有被核定 这就是政府官员的巧闻 的奥妙之处 收钱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官员 收钱偷偷收 很多商人不敢不送 他也不想送 我干嘛多送 可是我不想送 我的对手就先拿到证照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问题 可是你现在看到官场这种情况 在民进党政府里面 从来就是很严重啊 所以你在民进党里面做官 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 你就要高喊台独 台独完完睡 把枸杞稍弄掉 把口号大套弄掉 很多人就会保护你 保护你的人就是 整个来自民间的台独的力量 这个人哎呀要把握他 连蔡政党都不敢动你 他即使接了不投 所以薛志伟动作很大 各位可以看到了吧 围观之道 在此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欢迎回到小董的真心话 真心话当然就是讲真话 什么是对台湾比较好 我老实讲 很多朋友常在路边问我 你今天如果选错了一个领导人 一个领导的党 台湾不会比较好 但台湾的民心很重要 现在很多老百姓 他只要小切心 他很多东西不在意 所以你当然 整个社会没有办法进步 人民的责任是最大 不要推给蔡英文 我老实讲 我也不喜欢蔡英文 不要推给民进党 我是很讨厌民进党 这老百姓选出来的你知道吗 你选出来的 有中了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 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 很多东西不长进 你在那边骂 骂没有用啊 那台湾要怎么做 台湾要怎么做太简单了 只是大家不做而已嘛 台湾经济要怎么让它 变成一滩活水 台湾经济变成一滩活水 太简单了 两个字开放 就是开放 open 可是我们喜欢显一些无厘头的人 柯文哲说 你看你看 我们的悠游卡 我们台北悠游卡 在高雄捷印的轻轨 既然不然用 我要把它停了 他就是嘴巴讲一讲 他不敢做 柯文哲永远是嘴巴讲 好像自己很硬 很了不起 他昨天开自安会议啊 大骂 如果有哪一家旅馆 里面还有在开毒品趴 我就把分级长换掉 哎 旅馆 旅馆里面 警察如果没有详实的证据 他是不能进去的啊 对不对 旅馆的管理者是谁 是光光传播级耶 柯文哲连警察的业务都搞不懂 他认为说这个警察就要负责 你如果在里面开趴 我警察抓到了 你不能骂警察啊 你怎么让他开趴开了两个小时 前面两个小时你在干什么 他有犯罪 我抓到犯罪啊 他经济开 旅馆的管理者是官传给予 柯文哲对很多事情搞不懂 他每天骂属下 那因为民众很多人对公务员 印象不好 认为柯文哲骂公务员 哎呀 代表柯文哲好 对不对 他上任第一天 就骂信力分级党李德威 再有法轮功的人被打 我就把你换掉 每天就要换掉别人 台北最该被换掉就是柯文哲 因为他没有能力 我真的讲柯文哲没有能力 他不是什么大坏人啊 但是他没有什么能力 我从洗水的当市长跑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没有能力的人 可是他嘴巴讲大家喜欢 哎呀 你看他讲的多漂亮 我们悠游卡不能进入高捷 老实讲 我一年兜钱在友台 非得一天才在主持节目 我就在开骂了 那时候知不知道 知道啊 很多艺人跟我一起骂啊 骂到现在 艺人多了 哎 我要把他停 你啊 你是废物 你知道吗 你只是一张嘴巴啦 柯文哲就是一张嘴巴 半年前 哎呀 这些脚踏车 都不手交通轨迹 对不对 如果走在人行道的 走在旗楼的 我们通通起地 有 只有起地那一天 你现在搭这小巷你去看 那些骑脚踏车的多么嚣张 你有看到政府在起地 开单给我看啊 没有 柯文哲就是一张嘴巴 然后大家想 哦 好了不起 柯文哲不了不起啊 最了不起是老百姓啊 每天听人家讲爽的话就高兴 那些各国的经济 大家来这边投资 没有 你有没有办法让很多基层的产业更兴盛 然后大家加薪 没有 你看到这企业大家出走 外资不来 对不对 年轻人迷烈小确幸 然后天天在骂 哎呀 这个老板灌老板 哎呀 这个老板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脱鸡摸狗什么事情都干 到日本去玩 把人家西五百货的婴儿车都推到自己的民宿 然后要走了 跟民宿的老板讲 你帮我丢掉吧 那个老板说 哎 你这婴儿车不是西五百货的吗 啊 对啊 对啊 是我们 开始还以为是他自己的不要了 后来那个老板泼上网 台湾能怎么这样 那这个推车呢 这个推车我们会 帮我们的台湾客人送回西五百货 丢脸 到处是 做这种事情 你看每天的新闻 你看那些年轻人在干嘛 每天这个不板 那个不板 你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没办法 李嘉童教授 今天推文啊 因为他看了一个画面 就是一场大学的英文课 前场闹风 大家在吵架 老师就讲他 老师没办法管 一个女生的老师 李嘉童教授 他不是骂这些年轻人啊 他说其实这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学生为什么要吵成这样 他敢讲啊 李嘉童教授 当过清华大学 季兰大学的校长 他是奠基博士 非常强啊 因为我跟他同属一个基金会的董事 我们两个常坐在一起开董事会 我们这个不知心了 而且这个基金会从来不请我们吃饭 一次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奉献我们的个人的人力 人脉或什么 我跟李嘉童教授 同属一个基金会的董事 我跟他很熟啊 他说他看了这个画面 他敢讲啊 因为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程度太低 李嘉童说 因为他奠基博士 清华大学奠基的教授 而且当郑教授已经三四十年了 他说 有个奠基系毕业的学生 ABC的字母拼不前 我这样 蛤 那他常帮人家做 这些偏乡啊 或者怎么样做补习 其实我们的基金会主要也在做这个 我们就帮很多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补习英文数学 我们认为说 你只要教育强 你才有办法去拯救他 你给他钱给他补助 家里的生活条件变好 那些都没有用 就是 你就是要读书读英别人 你的机会到社会 就比别人大 我们这群人的观念就是这样 但是 你看到 他说 他真的非常吃惊啊 他说他也看到很多大学生 研究生 THEY 大家知道 他们嘛 啊 下来 他是拼 IS 不是R 他说 到现在 一堆学生还用这样的方式在拼 他都不晓得 我们现在的英文教育变怎么样 很担心 可是没有用 他说 会 为什么会变这样 那当然 因为他最关心的教育嘛 他已经骂了二三十年了 从李登辉时代那时候就在骂 对不对 然后什么教改 他他嗤之以鼻 好 然后你现在改到怎么样 他学生考试越来越多 教改是为了让学生少考试 越来越多 补习越来越多 篮球课都在补习你知道吗 有人开补习班在教篮球 真的 我讲的是真的 我绝不信口开合 再永和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他变这样 李嘉隆说 这就是一个少子话 然后 广涉大学的结果 广涉大学 任何人来都可以练书 练书的话 他就是你的财主 你就要让他毕业 要对他好 他没有程度没关系 我们的大学不专业 没品质 最主要就是没有品质 当你没有品质的话 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 这就是现在台湾 很大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有时候跟他 在讨论这些 我们都非常忧心 但是我们也只能提出问题 我们 知道有办法 可是 这个办法 民众不在乎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个民粹的社会 民众不在乎 大家都不在乎 那你怎么去集乎 你说政府应该怎么做 政府做民众不支持 你知道吗 包括马政武时代 包括蔡英文政武时代 你都不支持的话 那大家就 放下来 就变成这样 你看各国的竞争力 看中国大陆的竞争力 看新加坡 东南亚各国的竞争力 我现在说 人家在突飞梦境 你在干嘛 你在享受小缺性 老妈妈小董 对不对 妈妈也安全 你们在干嘛 我说 你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 没什么 你准备那些